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在iPhone上面打字的时候 自动代入email或者是一些你的个人资讯 就不用一直再重复输入了 相信大家平常在使用手机的时候 都会遇到这样子的困扰 就是要一直输入你的email 那为了解决这个困扰 今天会教大家两种方式 以后就不用一直输入你的email 或者是个人讯息了 那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iPhone上面替代文字这个功能 就是你只要输入特定的文字呢 它就会自动跑出来你的个人讯息 然后就可以直接填入 那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iPhone上面自动填写的功能 这是因为自动填写有它自己的限制 就是你一定要在Safari里面 而且一定要是表单 它才会出现这个功能 所以今天要教的这两种功能呢 其实互相并不冲突 因为它们使用的时机也有一点不一样 那今天的教学呢 我都会附上简体中文版本的荧幕截图 在我的画面上面 因为简体跟繁体的用字有一点不一样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教第一种方法 就是替代文字 首先呢 先打开你的设定 打开之后呢 你去找到一般 在这边 繁体叫做通用 打开之后呢 你去找到下面有一个选项叫做键盘 接着呢 你就会在上面找到这个替代文字 那繁体的用语叫做自定义短语 然后我们点进去 这边你就会看到里面有一些字词 那你就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加号 点进去 然后这边看到有一个字词 然后如果你是简体的话 这个栏位叫做短语 这边你就是要输入你完整的email 或者是地址啊 或者是姓名 电话也可以 那现在假设我输入我的email 那下面这个输入码的栏位呢 就是你自己去设计一个词 你只要打完那个词之后 以后就会自动跳出这个email 那通常可能是前面几个字啊之类的 那例如说我现在打 那现在假设我就把它设计成 我email的前面几个字 那以后呢我在输入栏位的时候 我只要打这几个字就可以了 然后输入完之后按储存 那你就会看到呢 我们刚才输入的词 已经跑到这里面来了 现在呢我们直接来测试看看 假设这一栏 它是要你输入你的email的话呢 你就输入你刚才设定的那个输入码 那刚才我自己设计的输入码是applem 我就把它打进去 那现在我输入完我刚才的输入码之后 它就自动跑输入的email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选择这个email呢 你只要按空白键 按空白键 它就会自动变成这个email了 或者是你可以按就是搜寻或者是search 但是按下去之后 它就会直接跑到下一页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选email的话 你就选这个空白键就可以了 那同样的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替代文字里面 增加我们的地址啊 或者是姓名跟电话 那我们现在来试看看新增地址好了 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这边字池呢我们就输入完整的地址 然后现在我才发现它有一个限制 就是它不能使用中文字当作它的输入码 所以你的输入码一定要是拼音注音 或者是英文字母 例如说博爱录 我就把它注音的开头当成它的输入码 这样子就变成博爱了 然后呢我们按右上角储存 接下来我们再来测试一次 那如果你是用注音的方式呢 你在这个输入的栏位 你就直接打刚才你输入的注音就可以了 它就会直接出现这个地址 那你就直接按这个就可以了 那假设你今天是想要把电话号码 当成你的字词的话 输入码就可以是你电话号码的前面几码 假设我的电话号码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的输入码就可以是前面四码 然后我按储存 然后在输入栏位的地方呢 我就打刚才的输入码 它在下面就会出现接下来的号码 我就直接按 按下去之后呢 就会是一个完整的电话号码了 所以刚才这样子用完之后呢 我发现它不管是英文啊 中文字或者是电话号码 它出现的方式都有一点不一样 不过总体来说这个方式还是非常方便的 尤其在输入Email的部分 今天会做这部影片 绝对是因为我是一个懒人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的懒惰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一下自动填入表单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会在哪里呢 就是在你的设定里面 然后你去找到Safari Safari在这边 那我们点进去 之后呢 你去找到下面有一个选项叫做自动填写 那如果你是简体版本的话呢 这个选项叫做自动填充 点进去 那进来之后呢 它第一栏就有写说 其实它是使用你联络人的资料去填写网页当中的表单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新增一个联络人 然后把你自己的资料填进去 所以首先呢到你电话里面 然后去找联络人 那在联络人的画面 你可能这边就会看到你自己的资料 那点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按一下右上角的编辑做修改 或者是你也可以新增一个联络人 那假设我想要新增的话 我就按这个加号 然后呢我来打一下我的资料 那现在呢我把我的资料都打好了 包含了电话 然后email跟我的住址跟生育 然后按一下完成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把它设定成自动填写表单的个人资料 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设定里面 这边这个我的资料呢就把它改成 刚才我们新增的那个联络人 然后大家看到下面有个信用卡的选项 如果你很放心把你的信用卡资讯交给苹果的话 也可以在这边打开这个自动填写信用卡讯息的功能 那现在呢我们先测试一下上面这个联络人资料 自动填写的功能 我们去找一个需要填写表单的网页 那我现在来注册一下这个Spotify 我们按注册 然后大家看到我现在正在注册的画面 我只要一按一下这个表单 它就会出现下面这个自动填写联络人的选项 你就按一下这个自动填写联络人 然后下面就会出现你刚才建档联络人的资讯 然后你就按一下这个 然后你会发现说只要这个表单啊 它的问题跟你刚才输入的资讯不太一样的话 它就不会自动出现 所以这个Safari自动填写的功能 其实还是有它自己的限制啦 现在我们换一个注册网站来试看看 这个是注册Gmail的网页 然后现在呢这个First name就是我的名字嘛 它就会自动出现我刚才设定好联络人的资讯 那我就直接按下去就可以了 那刚才这样测试下来呢 发现就是真的还蛮多选项是没有办法自动填写的 所以大部分还是要你手动输入 所以以上两种方式包含替代文字跟自动填写表格呢 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你很常用的一些账号文字呢 你也可以把它设定成替代文字 这样子之后再输入表单的时候 就会快非常多喔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小小的自动填写的教学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啊 或是想要学习打iPhone主题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喔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